第1章 神既在古時跡著眾先知,多遲多方的曉遇列祖, 就在這末世,跡著祂兒子曉遇我們,又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 也曾跡著祂創造諸世界,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相。 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著萬有,祂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祂所承受的命,既比天使的命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祢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祢。 又指著那一個說,我要作祂的父,祂要作我的子。 再者,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伏翼。 論到子卻說,神啊,祢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 祢的國權是正直的。祢喜愛公義,恨惡罪惡。 所以,神就是祢的神,用喜樂由高利,勝過高利的同伴。 又說,主啊,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祢所做的。 天地都要滅沒,祢卻要長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祢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變了。 為有祢永不改變,祢的年數沒有窮盡。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 祢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祢籌敵,作祢的腳凳。 天使,祢不都是伏役的靈。 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摩。 第二章 所以我們當月發正眾所聽見的道理,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犯乾犯活逆的, 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我們若忽略借摩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借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職其事。 各百官的義能,並聖靈的恩賜, 同他們作見證。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 神全沒有交給天使滿恆。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給天使微小一點, 賜他榮耀尊貴為官面。 並將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你。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叫萬物都服他, 就沒有盛下一樣不服他的。 此事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少一點的耶穌, 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官面。 叫他恩著神的恩, 為人人嘗了死味。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 為萬物所本的, 叫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 使救他們的元碎,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本事合疑的。 因那使人成勝的, 和那些得以成勝的, 都是出於一。 所以, 他稱他們為弟兄, 也不以為此。 說, 我要將你的命, 傳予我的弟兄, 在匯中, 我要仲揚你。 又說, 我要依賴他。 又說, 看那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 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直著死, 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為勞服的人。 他並不救佛天使, 乃是救佛阿伯拉罕的後裔。 所以, 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為要在神的事上,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見上挽回祭。 他自己, 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第三章 同蒙天照的聖結弟兄啊, 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為使者, 為大祭司的耶穌。 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榮耀。 普將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榮。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萬物的就是神。 摩西為仆人, 在神的全家成言盡忠。 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 但基督為兒子, 治理神的家。 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 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料。 聖靈有話說, 你們今天若聽他的話, 受不可硬著心。 尚在曠野, 惹他發怒, 視探他的時候一樣。 在那裡, 你們的祖宗, 視我、探我, 並且觀看我的作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 我厭煩那世代的人。 說, 他們心裡上上迷糊,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我就在路中起誓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弟兄們, 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中間 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 把永生神離棄了。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 有人被罪迷惑, 心裡就肝硬了。 我們, 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 堅持到底, 就在基督裡有份了。 經上說,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 像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那時聽見他話, 惹他發怒的是誰呢? 豈不是跟著摩世, 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厭凡誰呢? 豈不是那些犯罪私手, 倒在曠野的人嗎? 又向誰起誓, 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 豈不是向那些不信蟲的人嗎? 這樣看來, 他們不能進入安息, 是因為不信的願故了。 第四章 我們既蒙留下, 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 就當畏懼, 免得我們中間, 百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 像傳給他們一樣。 此事所聽見的道, 與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 得以進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說, 我在路中起誓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其實造物之功, 從創世以來, 已經成全了。 輪到第七日, 有一處說, 到第七日, 神就竊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處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盡安息的人, 那先前聽見福音的。 因為不信從, 不得進去。 所以過了多年, 就在大衛的書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說。 你們今天, 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 若是若書雅, 已叫他們享了安息。 後來, 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這樣看來,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為神的子民存留。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 乃是竊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竊了他的功一樣。 所以, 我們無必竊力進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 跌倒了。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甚至魂與靈, 骨折與骨髓, 都能刺入否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奠明。 並且被造的, 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 在乃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 都是赤勞闖害的。 我們既然有一位, 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兒子耶穌, 便當辭定所承認的道。 因我們的大祭司, 並非不能看出我們的軟弱。 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 與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據的, 來到詩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連率, 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 第五章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扮理屬臣的志。 為要獻上禮物, 過屬聚祭, 他能體諒那如蒙的, 過失迷的人, 因爲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 故此, 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 借大祭司的尊榮, 沒有人自取。 為要蒙神所召, 像阿倫一樣。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 作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經上又有一處說, 你是照著墨基使得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 既大聲愛哭, 流淚, 討告, 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誠, 蒙了英雲。 他雖然為兒子, 還是因所受的苦難, 學了順從。 他既得已完全, 就為凡順從他的人。 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並蒙神, 照著墨基使得的等次, 稱他為大祭司。 論到墨基使得, 我們有好詩話, 並且難以解明, 因為你們聽不進去。 看你們學習的功夫, 本該作師父。 誰知, 還得有人將神, 聖言小學的開端, 令教導你們。 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 不能吃乾糧的人, 扮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練人意的道理。 因為他是英俠, 唯獨長大成人的, 才能吃乾糧, 他們的心孝, 集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大了。 第六章 所以, 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奧悔死行, 信靠神, 各樣浸禮, 按守之禮, 死人復活, 以及永遠審判, 各等教訓, 神若許我們, 我們必如此行。 論到那些, 已經蒙了光照, 嘗過天恩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份, 定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各誤來勢權能的人, 若是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重申悔了。 因為他們, 把神的兒子, 重釘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塊田地, 吃過屢次下的雨水, 生長菜疏, 合乎耕種的人用, 就從神得福。 若掌驚激和疾泥, 必被廢棄, 近於奏作。 結局, 就是焚燒親愛的弟兄們。 我們須是這樣說, 卻深信你們的行為, 強過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為, 神並非不公義, 竟忘記你們所作的功, 和你們為他命所顯的愛心, 就是先前, 之後聖徒, 如今還是之後。 我們願你們各人, 都顯出這樣的恩勤, 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並且不懈怠, 總要效法那些, 行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當初, 神應許阿伯拉罕的時候, 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著起誓的, 就指著自己起誓。 說, 論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 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這樣, 阿伯拉罕既行狗忍耐, 就得了所應許的。 人都是指著給自己大的起誓, 定且以起誓為實據, 了結各樣的爭論。 照樣, 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 格外顯明祂的旨意, 事不更改的, 就起誓為正, 值著兩件不更改的事。 神決不能說謊。 好叫我們, 這逃往避難所, 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勵。 我們有借指望, 如同靈魂的鬧, 又堅固, 又勞靠, 且通入萬來。 作先鋒的耶穌, 既照著墨基洗德的等次, 成了永遠的大祭司, 就為我們進入萬來。 第七章 借墨基洗德, 就是薩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長遠為祭司的。 下當阿伯拉罕, 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 就迎接他, 給他祝福。 阿伯拉罕, 也將自己所得來的, 取十分之一給他。 他頭一個名, 搬出來, 就是仁義王。 他有名薩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無父, 無母, 無俗譜, 無生之此, 無命之中, 乃是與神的兒子相此。 你們想一想, 先祖阿伯拉罕, 將自己所老來上等之物, 取十分之一給他, 這人是何等尊貴呢? 那得祭司職任的尼未子孫, 領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雖是從阿伯拉罕身中生的, 還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獨有墨姬洗得, 不與他們同譜, 賭收納阿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為那蒙應許的阿伯拉罕祝福。 從來, 為份大的, 給為份小的祝福, 這是博不倒的你。 在這裏, 收十分之一的, 有為他作見證的說, 他是活的, 並且可說, 那受十分之一的尼未, 也是藉著阿伯拉罕, 立了十分之一。 因為墨姬洗得, 迎接阿伯拉罕的時候, 尼未已經在他先祖的身中。 從前, 百姓在尼未人祭司職任以下受律法, 倘若即借職任能得完全, 又何用另外興起一位祭司, 照墨姬洗得的等次, 不照阿倫的等次呢? 祭司的職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須更改。 因為這話所指的人, 本屬別的知派, 那知派裡從來沒有一人, 自後祭壇。 我們的主分明是從由大出來的, 但借知派, 末世並沒有提到祭司, 倘若照墨姬洗得的樣式, 另外興起一位祭司來。 我的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 他成為祭司, 並不是照屬肉體的條例, 乃是照無窮知生命的大能。 因為有給他作見證的說, 你是照著墨姬洗得的等次, 為祭司永遠為祭司。 先前的條例, 因軟弱無益, 所以廢掉了。 律法原來一無所成, 就引進了更美的子望。 靠借子望, 我們便可以進到神面前。 再者, 耶穌為祭司, 並不是不起誓納的。 至於那些祭司, 原不是起誓納的。 只有耶穌是起誓納的。 因為那納他的對他說, 主起了誓, 決不後悔。 你是永遠為祭司。 既是起誓納的。 耶穌就作了更美之弱的中寶。 那些成為祭司的。 數目本來多, 是因為有死, 左隔不能長久。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 祭司的職任, 就長久不更換。 凡靠著他, 進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為他是長遠活著, 替他們祈求, 像這樣聖結, 無邪惡, 無澱污, 遠離罪人, 高過諸天的大祭司。 原是與我們合而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 後為百姓的罪獻祭。 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 就把這事成全了。 律法, 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 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 自立兒子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遠的。 第八章 我們所講的事, 其中第一要緊的,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 已經坐在天上, 智大者寶座的右邊。 在聖所, 就是真帳幕裡, 作執事。 這帳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凡大祭司, 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 所以這為大祭司, 也必須有所獻的。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為祭司。 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 他們, 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 正如摩西, 將要做帳幕的時候, 夢神警戒他, 說, 你要謹慎, 作各樣的物件, 都要照著在山上, 指示你的陽色。 如今, 耶穌所得的職任, 是更美的。 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這約, 願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 那前約, 若沒有瑕疵, 就無處尋求後約了。 所以, 主指責他的百姓, 說, 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 我猶大家另立新約。 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 令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 因爲他們不行心守我的約, 我也不理他們。 這是主說的。 主又說, 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 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放在他們裏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論。 我自己的弟兄, 說, 你該認識主。 因爲他們從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認識我。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 不再紀念他們的罪顯。 既說新約, 就以前約為舊了。 但那佔舊佔須的, 就必敗歸無有了。 第九章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 和屬世界的聖幕, 因爲有預備的帳幕, 後一層, 叫作聖鎖, 裏面有燈台、 桌子和陳設頂。 第二萬子後, 又有一層帳幕, 叫作致聖鎖, 有金香爐, 有包金的藥櫃, 櫃裏有聖馬那的金冠, 和阿倫發過牙的象, 並兩塊藥板。 櫃上面, 有榮耀基露伯的影, 照著詩恩作, 這幾件, 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這些物件, 既如此預備齊了, 眾祭師, 就嘗盡頭一層帳幕, 行拜神的禮。 至於第二層帳幕, 唯有大祭師, 一連一次獨自盡去, 沒有不帶著血, 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聖靈, 用此指名, 頭一層帳幕, 仍存的時候, 進入至聖所的路, 還未顯明。 那頭一層帳幕, 作現今的一個表揚, 所獻的禮物和祭物, 就著良心說, 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這些事, 連那飲食和諸般使作的規矩, 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 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但現在, 基督已經來到, 作了將來美是的大祭師。 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屬服這世界的。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毒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屬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定無牛毒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誠聖, 身體潔淨。 何況,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 將自己無瑕無癡, 獻給神。 祂的血, 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侍奉那永生神魔。 為此, 祂作了身約的忠保。 既然受死, 屬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 善叫蒙照之人, 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凡有遺命, 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因人死了, 遺命才有效力, 若留遺命的尚在, 那遺命還有用處。 所以, 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納的, 因磨世當日照著律法, 將各樣戒命全給眾百姓, 就拿豬紅色蛹和牛失草, 把牛毒山羊的血和水, 灑在書上, 又灑在眾百姓身上。 說:「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納約的憑據。 它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 和各樣器皿上。 按著律法, 犯物差不多都是用血結淨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著天上陽色作的物件, 必須用這些祭物去結淨。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結淨。 因為基督並不是盡了人手所造的聖所, 只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 乃是盡了天堂。 如今為我們顯在神年前,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 將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如果這樣, 它從創世以來,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 再借末世顯現一次, 把自己獻為祭, 扶除吊罪。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像這樣,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 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 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 第十章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儀, 不是本物的真相, 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 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嗎? 因為禮拜的人, 良心既被潔淨, 就不再覺得有罪了。 但這些祭物, 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 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斷不能隨罪。 所以, 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 就說:「神啊, 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 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 繁祭和贖罪是你不喜歡的。 那時我說:「神啊, 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以上說:「祭物和禮物, 繁祭和贖罪祭, 是你不願意的, 也是你不喜歡的。 這都是按著律法獻的。 後又說:「我來了, 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見祂是隨去在先的, 為要立定在後的。 我們憑借旨意, 靠耶穌基督, 以一次獻上祂的身體, 就得以成性。」 凡祭師天天暫著是奉神,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這祭物永不能隨隨。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屬聚祭, 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從此,等候祂籌的成了祂的腳凳。 因為祂一次獻祭, 便叫那得以成性的人永遠完全。 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 因為祂既已說過。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祂們所立的約, 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 寫在祂們心上, 又要放在祂們的裏面。 以後就說:「我不再紀念祂們的罪顯, 和他們的過範。 這些罪過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 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是借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 又生又活的路, 從萬子經過。 這萬子就是祂的身體。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 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了, 就當存著成心, 和充足的信心, 來到神面前。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 不自搖動。 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又要彼此相顧, 激發外心, 勉勵行善。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保障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都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 若故意犯罪, 贖罪的祭, 就再沒有了。 唯有戰具等候審判, 和那消滅眾敵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憑兩三個見證人, 尚且不得連率而死。 何況, 人淺踏神的兒子, 將那使他誠聖滋藥的血, 當作平常, 又涉萬思恩的聖靈。 你們想, 他要受的刑罰, 該怎樣加重呢?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 身冤在我, 我必報應。 又說, 主要審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神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你們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後, 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 一面被毀旁, 遭患難, 成了棄境, 叫眾人觀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謝讓苦難的人。 因為你們看出了那些被捆鎖的人。 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 存這樣的心, 必得大賞賜。 你們必須忍耐, 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 便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 還有一點點時候, 那要來的就來, 並不遲言。 此事, 二人必恩信得生, 他若退後, 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十一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學據。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我們因著信, 就知道諸世界是值神話造成的。 這樣, 所看見的, 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阿伯恩著信, 見濟與神, 比該人所獻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清義的見證。 就是神, 指他禮物造的見證。 他雖然死了, 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以樂, 因著信被接去, 不至於見死。 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 指是, 他被接去以先, 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名證。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羅雅恩著信, 既夢神, 指是他未見的事, 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隻方舟, 指他全家得救。 因此,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阿伯拉罕恩著信, 夢照的時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 還不知往那裡去。 他恩著信, 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 好將在義地居住帳棚。 與那同盟一個應許的以撒、 雅各一樣。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恩著信, 連撒拉自己, 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 還能懷孕。 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 是可信的。 所以, 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孫。 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 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這些人, 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裡, 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 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神。 並不以為此, 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聖。 阿伯拉罕恩著信, 被試驗的時後, 就把以撒獻上。 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 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 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以撒恩著信, 就指著將來的事。 給雅各以授祝福。 雅各恩著信, 臨死的時後, 給約室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 扶著帳頭敬拜神。 約室恩著信, 臨終的時後, 提到以色列俗, 將來要出埃及, 並為自己的鞋骨留下遺命。 莫世生下來, 她的父母見她是個盡美的孩子。 就欣著信, 把她藏了三個月。 並不怕王命。 莫世欣著信, 長大了, 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她寧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她看為基督受的寧欲, 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因她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她欣著信, 就離開埃及, 不怕王怒。 因她行心忍耐, 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她欣著信, 就守如月節, 行灑血的禮, 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 他們欣著信, 過紅海, 如行乾地。 埃及人試著要過去, 就被吞滅了。 以色列人欣著信, 圍繞耶利哥城七日, 成長就倒塌了。 妓女拉俠恩著信, 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就不與那些不信從的人一同滅亡。 我又何必再說呢? 若要一一細說, 基殿, 巴拉, 參宣, 耶弗他, 大衛, 撒母爾, 和眾先知的事, 時候就不夠了。 他們欣著信, 制服了敵國, 行了公義。 得了應許, 倒了獅子的口, 滅了烈火的猛勢, 脫了刀劍的鋒刃, 軟弱變為剛強, 爭戰顯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軍。 有婦人, 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又有人忍受嚴刑, 不肯苟且得釋放, 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又有人忍受棄弄、 顛打、捆鎖、監禁、 各等的磨煉, 被石頭打死, 被鋸鋸死, 受試探被刀殺。 披著綿羊、 山羊的皮, 各處奔跑, 受窮佛、患難、苦害。 在曠野、山領、山洞、 地穴、漂流無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這些人都是恩信得了美好的證據, 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 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 就不能完全。 十二章 我們既有借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血去容易潛淚我們的罪, 全心忍來, 分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們與罪惡相爭, 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你們又忘了, 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 說, 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 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們。 代你們如同代兒子, 焉有兒子, 不被父親管教的。 管教, 原是眾子所共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 就是師子, 不是兒子了。 再者, 我們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們。 我們尚且敬重他, 何況萬靈的父, 我們豈不更多順服他得生嗎? 生生的父, 都市暫除幾義管教我們。 唯有萬靈的父, 管教我們。 只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犯管教的事, 當時不覺得快樂, 反覺得受苦。 後來, 卻為那經練過的人, 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 發酸的腿, 挺起來, 也要為自己的腳, 把道路收直了, 指鋸子, 不自歪腳, 反得全愈。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結, 非聖結。 沒有人能見主, 又要謹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 擾亂你們, 因此叫眾人沾染污蔚。 恐怕有淫亂的, 有貪戀世俗如意素的, 他因一點食物, 把自己長子的名份賣了。 後來, 想要承受父所足的福, 警備棄絕, 雖然酷酷徹求, 卻得不著門路, 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 這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緣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密魂、 黑暗、暴風、 各聲與說話的聲音。 哪些聽見這聲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當不起所命他們的話。 說, 靠近這山的, 即便是酒壽, 也要用石頭打死, 所見的極其可怕。 甚至摩西說, 我甚至恐懼戰經, 你們乃是來到石安山, 永生神的成一,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有名陸在天上諸長子之會 所共聚的總會。 有審判眾人的神, 和被承傳知義人的靈魂, 並新約的宗寶耶穌, 以及所灑的血, 借血, 所說的, 比亞伯的血, 所說的更美。 你們總要謹慎, 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 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況我們違背哪從天上警戒我們的呢?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 但如今他應許說, 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 還要震動天。 借再一次的話, 是指明被震動的, 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羅去, 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所以, 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 就當感恩。 照神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為我們的神, 乃是烈火。 希伯萊書第十三章 你們無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旅客, 因為曾經有人這樣做, 在無意中接待了天使。 要紀念受監禁的人, 好將與他們同受監禁。 要紀念受虐待的人, 好將你們也親身受虐待一樣。 分人, 人人都當尊重, 共勉的創, 也不可護衛。 因為淫亂和通姦的人, 上帝必審判。 不可貪愛錢財, 要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 因為上帝曾說, 我絕不撇下你, 也絕不凋棄你。 所以, 我們可以放膽說, 主是我的幫助,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麽樣呢? 從前引導你們, 全上帝的道給你們的人, 你們要紀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 回顧他們為人的結局。 耶穌基督, 昨日, 今日, 直到永遠, 都是一樣的。 你們, 不要被種種怪異的教訓, 勾引了去。 因為, 人的心, 靠恩典得堅固, 才是好的, 並不是靠飲食, 哪在飲食上用心的, 從來沒有得到益處。 我們有一祭壇, 上面的祭物, 是哪些在會莫充共職的人, 無權可吃的。 因為, 生畜的血, 被大祭司, 帶入至聖所作, 贖罪祭。 生畜的體, 卻在營外燒掉。 所以, 耶穌也在聖門外受苦, 唯要用自己的血, 使百姓成聖。 這樣, 我們也當走出營外, 到他那裡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在這裡, 我們本沒有永存的成, 而是在尋求那將要來的成。 我們應當積著耶穌, 上上以眾贊為祭, 獻給上帝。 這是那酸認探明的人, 嘴順所結的果子。 此時, 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 因為這樣的祭物,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們要服從哪些引導你們的, 並且要順服, 因為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 仗在上帝面前交障的人, 讓他們在交障的時候有喜樂, 而不是嘆息。 嘆息就對你們無益了。 請你們為我們討告, 因為我們自覺良心無愧, 願意凡事安靜度而行。 我更求你們為我討告, 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裡去。 但願賜平安的上帝, 就是那憑永弱之血, 把群羊的大牧人, 我們主耶穌, 從死人中領出來的上帝, 在各樣善事上裝備你們, 使你們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穌基督, 在我們裡面行祂所喜悦的時, 願榮耀歸給祂, 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弟兄們, 我簡略地寫信給你們, 希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 你們該知道, 我們的弟兄提摩泰, 已經重獲自由了。 他若很快就來, 我必和他去見你們, 請你們向帶領你們的諸位 和終聖徒問安。 從意大利來的人, 也向你們問安。 願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